基础生物学就是想找出生物的大分子 通过分析 看到原子应该是那个位置 真的会看到3D蛋白质 原子云的结果是很基本科学的 但这类型的 可能是安基酸之间 或者大分子之间不同的 reaction group的研究 其实在医学方面都会很有用 当我们想知道 细胞里面的很多不同的蛋白质 或者任何的 reaction group在细胞里面 做任何活动或作用的时候 我们都会放到分子层面 全部都会涉及一些物理的东西 蛋白好物理? 原来了解蛋白的伤活作用 真的要懂很多物理 请留意午夜广场 真的好科学 蛋白好物理